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这节刚开始呢 咱们来学习一下 什么P2P的排序函数 但是学习排序之前呢 咱们最好学两个数据结构的概念 对吧 学习算法 那算法呢 对于大家新 刚开始学习P2P来说呢 是有一点难度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毕竟这些是后边咱们要经常设计的东西 对吧 所以先了解点算法 是对大家学习很有帮助的 那这点课 咱们来学习一下 起炮排序 那也有把它叫做冒炮排序的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名称叫法不同 对吧 你叫起炮也可以 冒炮也可以 那现在呢 咱们现在讲数据结构算法 就主要是讲排序 那排序发法呢 其实有很多 那这里边我也列了一些 比如说有插入排序啊 选择跑去啊 外面排序啊 那这些排序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很相似的 基本上都是数组里边有多少个单元 那就得循环啊 比如数组有10个 那基本上都得循环14乘14-14 这样的一个循环次数 所以的循环次数都很相似 那再用我这个不算好的电脑 也差不多的电脑 测试一下3000个数字的排序 对吧 那大概花费了80秒左右 而快速呢 只需要8秒左右 对吧 所以呢 在咱们这个排序算法里边呢 我基本上会讲两个算法 一个是冒块排序 因为这些算法差不多 冒块常用对不对 还好理解 所以讲个冒块 再大家讲一个筷子排序 这是咱们这几个课的一个内容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冒泡排序的原理 也就是起泡排序 比如说有这么一组数据 对不对 两两交换 两两交换 比如说把 要小的上去 对不对 大的沉下来 那你看 9是不是最上面的一个 那两两交换 两两交换 是不是它就跑到最上面去了 这只9上去了 对不对 对吧 那下次呢 再把8上去 是不是还得循环一次 那具体这个原理分析的话 挺不好理解的 那这些咱们就不说 是吧 咱直接用程序 来了解这个起泡排序 OK 咱们看一下 怎么个起泡排序法 就是一样树 冒泡吗 一次漂一个上去 根据条件 知道吗 咱们程序就更好理解这个东西 来 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 如果现在要想做起泡排序 冒泡排序 在学习阶段想了解算法 你最好定一个数度 别用乱许去定 用一个什么的 顺序 用顺序去定 比如说AR等于 ARAY 比如说这里边 我定0 123456789 是不是神数 看我这么定义的 那我用它排序完之后 它变成987654320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得用乱许去处理 对吧 所以要想 很好的理解这个冒泡排序 你做实验的时候 最好是用碎曲的数 只要它翻转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那比如冒泡排序 我现在想做成 从大到小的 一个排序的话 从大到小 你看 现在给的数度 是从小到大 从大到小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对吧 是不是一次 先让一个飘上去 我先让0飘上去 行不行 对吧 当然我现在写的时候 先不注重效率 后边咱们得优化 把它效率优化上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我们循环一下 Dollar5等于0 或者是 因为这有可能做理程序话 你就倒数接吧 等于0行吧 Dollar5接 小于Coynt 数组的个数 哎呀 可不可以 然后Dollar Dollar5接 加加 看一下 这里边现在 一共有10个数 是不是会循环10次 对吧 循环10次的话 我每次要 比如说0和1 我想交换怎么办呢 0和1交换 是不是得先比较它俩大小 对吧 就像前面咱们有过说过比较的算法 对吧 比如说一瓶可乐 一瓶雪碧 如果想要它俩交换一下 内容就是里边的水交换一下 是不是拿一个空瓶子 也就临时的瓶子 把可乐倒到空瓶子里 对不对 把雪碧倒到可乐瓶子里 再把空瓶子临时的瓶子倒到雪碧 这瓶子里 这样就实现了交换 对吧 对于数组来说交换的话 你看 如果我让这个arr里边的道尔夫接 默认是不从零开始的 先抢第一次循环 对吧 如果它是小于arr第二个数 那肯定是接加1 是不是接加1的数 第二个数吗 如果第一个数小于第二个数 那我试试它来换一下 换一下 我先做一个临时变量 先将第一个 先假设是第一次循环 对吧 放在临时的瓶子里 再将什么 这个第一个变量换上 谁啊 接加1 第二变量放进来 对不对 然后再将什么 这个第二变量 当中接加1 等于临时变量 是不是就要这两个数交换一下 如果咱不看循环的话 不看循环的话 把这个接想象成是0的话 那是不是0和1交换了一下 嗯 妹子能感觉到这个值吧 0和1交换一下 但是我这个循环是不是进行了 交换是只交换一次吗 没有 你看下怎么个冒泡 听懂吧 那0比不比1小 那现在把谁换到这来了 是不是0和1换到这来了 0换到这了 是飘了一次 那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结实变成几了 1了 对不对 是不是在比较0和2谁大 对对对吧 它们两个在交换一下 2对0 对吧 然后第三次循环 是不是像第0再跟3交换呢 对不对 对这话则是三 然后这话 才就以此类推 一支循环的结尾 临时不就飘到最后边去了 这次循环是不是就执行完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循环的结果 当然了我这块再把 这改回来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看这个飘出的值 循环一次 我直接输出一下什么 这里边 道乐福 道乐福 哎呀啊啊里边 道乐福接的值 可以吧 循环之后的值 然后 换一下 来一个 NBSP番号吧 是不是扣一下格啊 循环之后我输出一下什么 币压换号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值 能不能一个一个输出来 来 询问一下 test.prd 对 123456789 零 这有个未定义变量 为什么呢 因为数组越界了 你想象一下 这个数组长度 现在是多少 是不是10个 对吧 那10个的话 那小于10的话 那最后一下标是几啊 是不是9啊 然后这会是不还要加1呢 是不是下标就越界了 所以他说没有变量 所以他说没有变量 所以我们这种循环次数量在干嘛 是不是在减1啊 这样的话数组下标就没有什么 没有越界了 你看123456789 对吧 当然了我们输出这个值 这话还得输出 这话还得输出 接加1比较好 你不能说接加1 应该这块 不对 你看啊 这块现在是12369 应该第一次这个循环之后 零应该是飘上来了 零应该是飘上来了 怎么的飘上来了 对吧 是不是飘上来了 所以这块我这块最后再多输出一个谁 因为这块是不是少了一次 对不对 所以最后那一次输出是不是就没有 对吧 所以这块是没有内容的 如果想再输出的话 这块最好是再输出一下 $AR $J加1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您下标是10了 1 2 3 4 最后那一个 到循环9 我直接在这儿先用个这个 Protter吧 好吧 那里边循环 因为我是为后边做铺垫的 我们打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零跑到最后去了 对不对 到上面少一次循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零怎么呢 就没输出来 但是咱先不用管这个 现在这儿循环一次 是不是出现这个结果 这个数组的值 是不是 对 把零是不是换到最后去了 那如果我这个循环 我再执行一次呢 再执行一次 你再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最好这块再来一个什么 第二 换行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谁啊 是不是一票的最后来了 二票的前面去了 对吧 那我这会再来一次循环呢 什么 对 是不是一次循环只飘一个数上去 对吧 你看 贼票上去了 是不是 对 三票上去了 二是不是就排到后边去了 那也就意味着 同样这个执行操作 是不是数组里边有几个数 我得执行几次 对吧 所以我只需要把什么 对 把 这个 我再套一层循环 对吧 这话 风循环 $5 等于结容 $5 小于 C-U-U-N-T $AR 然后$5 加加 我只要放到外边 一个大号 最后我们再看下结果 看一下 一票到后来 这个是二票过来了 三票过来 三二一了 四三二一了 五四三二一了 六五三二一了 七六五三二一了 八六五三二一了 九六五三二一了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你现在 是不是我们就排序的过温就成功了 现在 妹子 了不了你这个起泡排序 对吧 就将一个纸一个纸往后飘 再循环一次 再一个纸一个纸 只要比它大了就往上飘 对吧 所以这个算法是非常好理解的 知道吧 但是呢 现在是不是需要优化了 比如说 最后这两次 是不是重复了 重复重复了 最后这两次 是不是重复了 那是重复的话 你想想 重复的话 我最后一次循环 能不能省一下 可不可以省一下 可以 是不是还是 九八七六五三一点 已经排序完了就这样 那 现在 还有一个可以省略的 什么可以省略呢 我现在能不能将这个 每次都统计长度提出来 前面说过的 LEN 长度等约 这个 对不对 大部分LEN 可不可以这样 这块 你看 每次是不是 都不用执行这个算法了 那也就是 这个算法 我们是不是 就更能节省年效率了 然后再看这些数的规律 你看 现在 我在这块已经把一和零是不是飘到最上边来了 零一和零已经飘到上来了 那我现在对于现在的循环来说 我是不还得判断一是不是小于零的 对吧 到特别是到后边 我还得判断什么 七六五三一是到这了 我还得判断七小比较六七小比较五对不对 不小不小于它 就不交换 但是循环是不是执行了 对吧 那里边的循环能不能减少 已经飘上去 最后飘上去了 那肯定是最小的 对不对 对吧 那 我这次执行是不是就 要循环 每次递减呢 已经飘上去的 就不去再判断的大小了 对不对 那我这会儿 怎么的 每次递减几次 这就是算法吧 飘上了一个是递减一次 飘上两个递减两次 飘上三个递减三次 对不对 虽然里边循环 从原来是十次循环 对不对 变成九次循环 八次循环 七次循环 六次循环 五次循环 对不对 那如果一眼假如是十的话 十次循环 对不对 怎么样 它每次减少一次循环 两次循环 再减 到了 I 它减去一二三四五 不觉得少了一次循环 两次 三次 四次循环 那这样的话 它的循环结果就会变少 咱们看里边的数 因为里边是有输出 就认为里边有循环一次 是不是输出是在这里面循环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看到了吗 里边是不是个数在减少 说明循环次数在减少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加的一个小功能 那有可能让循环减少了一块 是不是 用循环节上一块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排序工作 是不是小了 我们得调一下格式 对吧 咱们都是用输出做的 所以这个输出的工作 我们还用吗 用吗 这些是不是就不用了 那只要是一个两个小循环 对吧 咱已经做到最优了 是不是就能对到减少排序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这块 外层生命一个函数 对吧 叫做my sort排序 看到了吧 doll for r 算一个参数 那在里边 如果我想对了 原数组 不改变 新的数组是排序的 那我这块只要是 retend dollar for r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在调这个函数 doll for my sort 传一个doll for r 是不是反规的数组是排序的 原数组没变 我这会再打一下原数组 t2 是 r 然后上面 说你看r 打下原数组是谁啊 doll for r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亮了 小心一下 原数组是01234589 排序完是9876 3210 是不是亮了 就改变了 如果我现在想对原数组性改变 我怎么办呢 对 这块我只要加个and 对吧 我这块也不用什么了 这块也不用反分值了 在里边将那个变量改变 外边变量什么就改变 对吧 所以我现在只要一定要用它 直接一定要用mysrd 不用反分值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这里边 只要穿一个谁啊 ar 是ar是笔融传进去 里边将它顺利改了 是不是外边就改了 所以你看这数据 顺利 是不是就变了 现在如果我想它变成 这是从小到大 对不对 如果让它变成从大到小呢 从大到小呢 怎么办呢 我只要这个飘的符号 对不对 让它小于它的往上飘 如果变成 第一个大于它往上飘 对吧 那现在变成就什么 从小到大了 对不对 但是本身这个是不是就从小到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数据 顺利现在是不是给给落了 44 22 88 对不对 对吧 你看是顺利现在是不是乱的 我们看一下顺利可不可以改变 012342248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算法 所以这个算法还是非常好理解的 对吧 咱们这个 实际用这个算法的时候 用这个排序都是很少 因为系统里边 我们提供了很多排序方法 咱们学这个目的 只是为了大家了解一下什么 了解一下排序的算法 对吧 也是数据结构的一部分 让大家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节课咱们这个气泡排阅法 就在这里的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原理不太明白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咱们刻劲 为大家画的这些图 就这么去调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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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